王通的嘴唇有些发干 他根本不想回忆发生的一切 回答问题时也是心不在焉 笨蛋 正当这时 一道如红钟般嘹亮的嗓音在高空中响起 孟宗 孟南 指我梁天池 以此地向北三十里外追查陆陈刑警 是 哈哈哈哈 痛快 真是痛快 可恶我没有老五你这样的实力 否则一定杀他个鸡犬不留 浓密的云层里 陆陈与骆星岩竟坐在仙仪玉瓦 任由玉瓦向东飞行 殊日之后 已经进入洪荒地界 唉 到了这里应该安全了 陆陈透过巨大的镜面 外视周围的环境 百万里疆域的洪荒密林 始终是郁郁葱葱 潮湿的气息在林中上空 升起淡薄的雾气 陆陈说完 坐了下来 重新闭上了双眼 吐呼那溪 骆星岩一直观察陆陈 尤其是在天耀山的时候 陆陈的那一身杀气 强横地顶得身在仙仪玉瓦中的他 都察觉到恐惧 他出奇地问道 哎 老我 刚才是怎么回事 我看你的杀气如此之重 似乎是法力的缘故 陆星岩问出了心中的不解 陆陈睁开眼道 嗯 没错 这一身杀气 的确跟我本身的先决有关 我修炼的是 为凶为魔的绝煞之道 此道不属于六道之内 那是由法宝法器上的戾气所化 此种先决极为可怕 一不小心就容易被煞磨入体 深知全无 如此可怕 你还练 骆星岩腾腾倒退数步 惊骇道 陆陈无奈苦笑 唉 那能怎么办 既然练了 就不可能回头 不过老大你放心 我自有办法压制这股杀气 不会走火入魔的 啊 那就好 骆星岩与陆陈相处很久 知道他是心智皆尖之人 并且对自己的小命极为看重 不会轻易犯险 骆星岩凑了过来 坐到陆陈的对面 陈思道 老五 现在仙灵大陆已经成为了 图威的行宫 所有门派皆是其附庸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打算怎么办 他不会放过我 我就会放过他嘛 陆陈痴笑了一声 趾高气扬的站将起来 扶着双手 站在煞云上的神情 端得有一股会当灵绝顶的气度 陆陈说道 眼下我们不是图威的对手 就要锐气锋利 直到拥有足够的实力再出来 报仇挟齿 可仙灵大陆已经沦落 我们就这么看着 陆陈眼神一力 道 老大 你不是认为老五我变成什么英雄 来拯救仙灵大陆吧 他笑着说道 这里的确是我们成长的地方 但现在所有人都投靠了徒威 他们探生怕死 不奋起抗争 我们又为何费力不讨好 老大 陆陈语气缓和 说道 你要知道 修真界何其广博 我们盘踞在此 永远不可能获得提升 只有离开仙灵大陆 离开这颗奴星 得到更多的法宝 修炼仙法 才能不断的提高 等到了那时 区区一个徒威 又算得了什么 听到陆陈的一些话 洛星炎狠狠的点了点头 咬牙道 你说的没错 一切都是因为 我们没有足够的实力 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隐忍 老大 你终于想通了 乎臣摸了摸额头 视线下意 我们已经到洪荒最深处 很强大的两股气息 应该是妖王龙颜 和银宗大元王后裔元猛 他们两个故意把气势提升出来 怕是在提醒我们不要靠近过去 如果我猜的没错 现在的洪荒 也成了徒威的领地了 洪荒腰王 银宗大元王 是什么 你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洪荒腰炎听得一愣一愣的 鲁臣文言 方才想起 修罗摸海发生的一切 还没有告诉洪荒腰炎 玄技讲解了一下 洪荒腰炎听完 更是唏嘘不已 我真是孤陋寡闻了 想不到单单是 仙灵大陆就这般广播 想必修真界更是辽阔吧 那当然 陆臣突然拔高声调道 修真界分为内外两个仙玉 外仙玉就是由无数皇级玄级的高手组成 拥有出鞘和分神器的高手 甚至连合体器都存在 那徒威只不过是皇级星球的人 实力并不强 而真正强大的在两者之上 还有地级和天级 那里才是真正的修真事件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取人性命 犹如家常便饭 而在那里 分神器都称不上是高手 更厉害的大多是合体 渡劫器 甚至就连渡了久久重劫的大成器高手 也有不少 黄级 玄级 天呐 上面还有地级和天级 分神器高手都不算是高手了 我兴言听得 骇然无比 血脉奔腾 大有马上杀入修真世界 游历一番的想法 修真大世界的隐秘 其实并不算秘密 但在未开化的奴星上 这等隐秘 就显得有些骇然听闻了 陆尘也只是依靠司马列 给他的典籍上 记载的基础知识 实际上 对于修真界 和其广博的问题 陆尘也处于懵懂中 骆星炎已经从丧门之痛的情绪下 得有舒缓 也重新镇定 见陆尘突然控制 仙仪欲瓦 飞向洪荒 不禁有些疑惑的 老五 你不是说 妖王已经投成徒威了吗 难道 你打算去见他们 非也 陆尘神秘莫测的摇了摇头的 神兽一族心高气傲 怎么会轻易投成 龙岩只是缓兵之计罢了 目的就是为了打探消息 而且我们现在不便去见他们 给他们惹麻烦 不过 腰荒还是要去的 一番话说的骆星炎 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陆尘也没有仔细解释 将仙仪欲瓦隐藏在树丛中 其实 仙仪欲瓦已经被陆尘认住 可以幻化大小 只是陆尘不打算逗留 并没有隐藏其中 跟骆星炎走出仙仪欲瓦 逆琳的腐臭味钻入鼻息中 两人贪婪的吸了几口 骆星炎感叹道 老五 仙仪欲瓦中的煞气非同一般 在里面只待了几天 大哥我就坐不住了 真难为你是怎么在万千魔气之下 活过来的 因人而异 陆尘淡淡道 你修炼了煞觉之道 也会这样 算了吧 骆星炎白眼一翻 看着陆尘 像看着一个怪物 陆尘给骆星炎讲解了 何为煞觉之道 骆星炎听完后 眼睛瞪得滚圆 他一直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利用冰煞之气 提升修为的事 那种时刻要保持清醒 面对逆天修行的危险之际 还要面对煞魔的侵蚀的仙法 显然不仅仅是胆量能够承受的 这是 一头小兽从林中跑了出来 这是一头灰色 样如老鼠的妖兽 实力只在炼气七层 浑身毛茸茸的 眼睛很大 隐隐透着蓝光 煞是可爱 果然如此 鹿尘见状 微微一笑 蹲了下去 不久前 龙岩传信过来说过 想利用兽印 与鹿尘互通消息 鹿尘一直藏身在深山老林 还没有机会获得兽印 此番路过 自然要把这件事办了 火不其然 小兽跑过来 灵巧的鼻子吸了吸 鹿尘的脚面 旋见 张口一吐 从口中滚出一颗 通体成澈的圆珠 圆珠上有着漩涡般的印记 鹿尘虽然没有见过 但也能猜到 那是兽族的印记 将兽印拾起 鹿尘输入一丝神石进去 地马与龙岩取得了联系 守王洞府中 龙岩与袁猛面对面的对隐 他脖镜上挂着的圆珠 忽然明亮了起来 龙岩微微一笑 以神石与鹿尘沟通道 鹿兄弟 别来无恙吧 收到你的消息 是近年来 让龙某最开心的事了 修真界以实力为尊 几乎是修士的习惯 起初鹿尘只有金丹后期 龙岩可以称其为小友 但不久之前收到消息 鹿尘大败徒微的属下修士 组成的剑阵 龙岩对其也是极为尊重 龙兄 鹿尘站在密林中 表情含笑 神识传音道 以后用收印沟通 应当不会再被徒微发现了吧 不会 龙岩断然道 这收印 乃是妖宗一脉 特有的传音法宝 不得到妖王级别的人物的 寿心服 是无法使用的 哼 那就好 鹿尘顿了一顿 问道 诶 龙兄 知道师尊在什么地方吗 鸟尘师父和指儿他们在西州蒙雅谷 距此地大约一百二十五万里的路程 他们很安全 陆尘听着点了点头 他明白龙岩的顾虑 所以一直没有把曼芝找回来 而是任由他跟了鸟尘 樊云等人呆在一起 而一直寻找众人下落的徒微 也是因为众人在这一年来 根本不去修炼 没有半点法力波动 可以让徒微等人察觉到 无奈作罢 有劳龙兄了 龙兄此情 陆尘必当谨记于心 陆尘感激道 不管怎么说 蒙海崖的藏身之地 是龙岩派人寻找的 非常安全 龙岩回道 哈哈哈哈 陆兄弟客气了 不知陆兄弟接下来做何打算 闭关 直到破英出关 陆尘坚定地回答道 闭关 龙岩点了点头 不过 马上一律从生 龙某不得不提醒你 徒微应该是出窍级高手 陆兄弟虽然实力惊人 远超境界的约束 但出窍期绝非寻常 原因后期能够比拟 陆兄弟若是想寻仇 还需从长计议 并且龙某有一事相告 那徒微打算与外贤玉传信 现在正命人在修罗摩海深处 打造七级传音阵 估计不出三十年便可打造完成 到时 也许会有更多的高手前来 陆兄弟还需小心了 七级传音阵 传音阵在解离绝中也有记载 但对于那时的陆臣来说 相对缥缈 现在提起自然色变 岂不是要跟徒微拼一拼时间了 陆臣低难一声 嘴角勾勒一抹残酷的笑意 哼 好 多谢龙兄 陆某告辞 说走就走 陆臣并不废话 带着洛星炎 进入了仙仪玉瓦中 洛星炎疑惑地看了看陆臣 问道 老五 咱们去哪儿 陆臣道 萌芽谷 先找到二哥 二嫂 四哥 然后必死关 萌芽谷 西州西南地域 伊山傍海 虽为深谷 但实际上 却是处在两座高耸入云的石峰之间 阎峰以下乃是深海的边际 惊涛骇浪 终年不见停息 无数大小的礁石群 仿佛龟背一般 充斥着斑驳与古老的气息 大潮翻涌 怒浪拍案 震耳欲聋的轰鸣不绝于耳 萌芽谷下 别有洞天 隔着海岸大约三百里开外 一处偌大的礁石群下 隐藏着一座极为神秘的洞府 此处洞府 以深海的珊瑚群为掩体 在右侧某个缝隙后面 开凿的近千尺水下洞府 此处洞府 以碧水浮为起 内里空无一滴海水 乃是平整的空间 有单独的密室 虽然算不上华丽 但总归是四模四样 洞府是仙家的洞府 唯独一点让人感到费解 此处除了碧水浮射下的法阵之外 没有半点仙家洞府的气息 几乎与天地本色一样 处处透着自然与诡异 静谧的密室内 表辰 庄文元 淡台校虎 徐静 穆元清 铁山 先蒙林墨尔 洛玉 陈曲 方子欣 扶家三兄弟 陆臣的好友 纪宝 樊云 从远在东周赶来的 慕容与西 龙岩的夫人 慢指 这一个个互不认识的人 因为陆臣 聚在了一起 此时 密室 李静的吓人 哪怕有一根针 掉在地上 都会被人轻易地听到 众人阴沉的脸孔 担忧之余 更是揣度着难以言喻的韵怒 多年已过 众人的实力各有提升 原本应该令人欣喜的事 却在风云变幻如此之快的 仙灵大陆 显得无力 而又苍白 众人都是收敛气息 心中愤愤不平 难道我们要一直这么躲下去 做一只缩头乌龟 陈曲一拍桌 怒气冲冲地站起 在密室里躲起步子来 外公 方子欣娇称一声 咒着柳梅 示意陈曲不要冲动 众人抬头看了一眼 玄机又低下了头去 季宝却是说道 怕个球 到不了冲出去 跟徒威那帮人拼了 横鼠都是一死 也才不想躲在这里一辈子 这话中听 陈曲停下步子 一掌重重拍下 季宝宽厚的肩膀 眼中颇有些欣赏的异味 呆子 樊云冷冰冰的翘面 闪过一丝怒容 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密室中央 将陈曲和季宝 从中间分开 跟着 以无上擒拿的手法 捏住了某人的耳朵 骂道 就你逞英雄 你也不看看 外边都是一些什么人 就凭你 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 老是给姑奶奶回去坐着 再说话 拧下你的耳朵 哎呀 校园啊 你轻点 鸡宝咧着大嘴 哭天喊地 看得在场众人一顿爆汗 方子欣走上前来 挽着陈曲的胳膊 揉声道 外公 且我动怒 陆臣不是说了 让我们等他吗 他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陆臣那小子 臣曲哼了一声 瞪了方子欣一眼道 你啊 心都飞到那小子身上去了 且不知人家现在躲在哪里呢 真是不知所谓 这番话说得俨然有些暧昧 陈曲直爽的性格 没能将方子欣小女子的心思表露得出来 弄得满堂众人为之一恶之后 倒也将尴尬的局面缓解